旧金山日落区市议员汤凯蒂办公室发起一个拜访区内的商户活动 让市府环保局有机会向商户介绍免费的能源评估计划 协助商家节能又省钱 梁秋玉的报道 汤凯蒂办公室人员连同旧金山环保局能源计划专员 一起到日落区Tarrowell街拜访商户 介绍市府推出的能源计划SF Energy Watch 在Tarrowell街开食品杂货店的雷先生对这个节能计划感到很满意 他已经更换了节能灯 汤凯蒂办公室表示 上一次他们拜访Tarrowell街的商户 从25街到19街 总共拜访了30家商户 目前已经有5家加入了节能计划 旧金山能源计划主要是提供室内小商业及公寓 免费咨询及评估服务 帮助业主更新设备 不仅节能环保又能省钱 旧金山环保局的资料显示 能源计划自2006年推出至今 已有大约7500家商户及公寓参加该计划 平均每年节省4000元能源费用 总共补贴2460万元 协助业主更新节能设备 有兴趣加入该计划的商户及公寓业主 可到旧金山环保局网站或致电查询详情 二时乐台记者梁秋玉在旧金山的采访报道